那说到这个台风台风 这个风真的是重点 这次有远景被这个飞来的砖头给砸中 那还有连刚刚看到这个风动石都被吹动 到底这个风是几级的强风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我们通常来讲 下台风强秋台雨大 为什么 因为夏天的台风它海温比较高 它台风台风很容易展成强烈台风 而且对它冲进来的话 它风通常会比较大 像以这次台风来讲 它虽然只是一个中度的台风 像在台北来讲 它也有12级的强阵风 风最强的是在基隆有15级的强阵风 其实北海沿海 就是淡水那边的风其实都很强 这次我们那个不幸的远景 它就住在淡水 它是被一个砖墙 整个吹倒砸中而迅难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风动石 像那个 那风动石我刚刚亲闻也报过 其实它千百年来毅力在那边 对于泰亚族的原住民来讲 它有一个某种特别的意义 那我曾经也特别去看过那块石头 的确是一个非常 它就是这个 对 有一个点接触 它说它跟陆地接触的面积 可能只有0.5平方公尺的大小 但是它可能是好几顿重的石头 异地在一个稀石边上 但是问题为什么会被吹下来 可能是水 再加上风 它叫风动石 好像说风一吹就会动 所以叫做风动石 可是其实水流的影响也很大 也有可能 这次它就说真的被风吹动了 所以说这个对这次整个台 应该中部以北沿海地区 然后这边它盖的阵风 都有超过十级 那我们这次 为什么台北停电那么严重 被 电线 电线为什么会电线 因为被路数 路数倒塌 压倒 台北市有超过1500克路数的倒塌 所以压到电线中断 所以瞬间 它一堆地方停电 就是因为被路数压倒 对